這個夏天 飆風玫瑰Derek Rose 面臨職業生涯重大轉獵點 從效力長達七年的家鄉球隊 芝加哥公牛轉戰紐約尼克 和甜瓜卡梅羅Anthony 科匹Kristapps Porzingis 共組三巨頭 充滿信心的玫瑰甚至放話 認為大蘋果經歷季後補強 已經能和作用浪花兄弟 得分機器Kevin Duran的 荊州勇士平起平坐 此話一出引起各方正反討論 這位史上最年輕的MVP 依舊展現自信風範 年僅27歲的Rose 會有如此老於事故的見解 和她起起伏伏的職業生涯 有很大關係 從意氣風發的選秀狀元 到年度最有價值球員加持 卻不幸遭逢左膝十字刃帶斷裂 和右膝半月板受傷 經歷風霜的玫瑰幾度凋零 但她始終堅持籃球這條路 要以過來人身份建議年輕球員 保持努力不懈的精神 平日的大空間 我現在做了私事 無法教導 沒力量會在職業中 我們現在又在職業中 在職業中 好開啟業中 在職業中 唯有經歷痛苦 才能綻放最美麗的花朵 離開溫室土壤 前進新環境接受挑戰 標封玫瑰不只要重拾信心 還要成為克服難關的最佳典範 來體育新聞 採訪報道